公共视频显示,轿车驾驶员下车后从后备箱拿了什么东西出来,放在车后不足5米处,随后走到车头左侧轮胎位置,蹲了下来。 几分钟后,后方一辆面包车开了上来,撞到了轿车右后侧,面包车发生了侧翻,正在修车的驾驶员也被轿车顶了出去。 过路司机纷纷停车,查看面包车的情况,轿车驾驶员自己爬了起来。 高速交警把伤员送到临海北收费站,转交给救护车。 两名驾驶员都没有答碍,交警判定,奥迪车驾驶员因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事故后,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违法行为,被罚款200元计三分。 面包车驾驶员因驾驶机动车时没有集中注意力而和前车追背,双方负同等责任。